Hello,大家好,我是赵辉,欢迎来到新闻真假掰 今天来到现场,陪带我们一起跟假讯息说拜拜的好朋友 是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唐宫,唐宫好 Hello,很高兴,能不能来这边 唐宫,我们知道您最近在重组的数位发展部 我们可不可以先从数位发展部谈起 它其实应该跟假讯息还有网路世界应该非常有关系 可能自己应该是跟那些是比较有关的 但是数位发展部也希望可以贡献一些数位发展部员的工作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数位发展部 那这个部员要做什么 是,数位发展部是把之前 好比数位政府这个之前是在国安会的资管处 或者好比像说一些通讯传播像5G啊 或者是一些装网啊这些呢 这个已经是在MCC 那又或者像说平台经济 这个之前是在经济部 还有自动安全这个以前在新政院 自安处大概这四组人马 那以前要协调的时候 就要协调三位部会首长 再加上三位正位吧 那这个协调成本稍微高一些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集中到同用品里面 希望以后的协调成本可以加上 因为您一起都被这个戏称数位正位 一个人可以当好几个人 现在数位正位要合理了 没有没有没有 数位正位还是数位哦 是数十位数百位嘛 我想数位的意思其实也就是 未必是什么事情都必须要帮我们来做 所以数位发展部其实很多时候 是一个示范 或封专益的这个态度 那做出来的可能 民间看了就会有更好的做法 那你也可以成为这个数位发展的员员 对于台湾可能有哪些的改变有好处 我想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 通讯传播的韧性就是Resilience 那这个在英文的意思是恢复力的意思 就是发生什么不测的时候 可以很快的恢复 那我们发现说以前我们都因为说 专制的政权呢它只可以监管网络的效率嘛 那但是最近的一些电源政治事情 就让我们看到说好像不是这样子 只要在网络通畅的地方 尤其像乌克兰 那他们是全民都可以去跟全世界 直接的进行普通 那当然他们的领导人也很容易的 就可以数位分身到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地方 来争取这个支援 那在这里面 即时的宽品的网络通讯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在平常的时候 好比像说 你是这家电信商 但是不是那家电信商 你就不能用那边的基地台 搜寻可能就弱一点等等 但是像乌克兰 他们就立刻给了全部的漫游 那就算是某些地方基地台 可能被破坏掉 那他们也是看到信心的地方 就可以接地位微信嘛等等 所以这种多个不同的沟通的方式 他可以用任何可用的这样子一个工学的方式 都能够接上去世界 那这个任性我想还是 接下来是会发展的很重要的一块 所以刚才你发展的未来 不是实际体 在人体上 是不是有一个一些 的诅咒 我想像平台经济 这个是大家都很关注的事情 我们也看到在台湾 这些有很多人 是用一个 叫做一个 比克平直化的平成 这样子的一种新兴的技术 不但是什么 有空位可以优先搭击 还是什么之类的 都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发这样子的凭证 那我们政府的数位签证 电子签证法 那在之前都是比较硬的 也就是说 它是用自然凭证 工商凭证 这些 那这个当然也运作得很顺畅 但是这个跟 就是民间自己制发的这种 好像纯软的 而且也不一定是用一个 集中式的资料固 可以直接放在分散式证本上面 这些 这就不是我们本来的系统 当时有想象到的 因为毕竟电子签证法也 二十年了 对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也非常讨论 所以因应这种新兴的 全球的平台经济 而不是只是单个地方的平台经济 我们还要来先 帮我们辅导 帮忙做的事情 是 那现在国际监队的网络 神台这些大型的 这些跨国科技神台的 是 也讨论了很多 未来这种也是数位发展的 一个 贴位的单位吗 按照 立刻月三的通过的 这种跨国的平台 它的 比较属于监理性质的 都还是在NCC 可以说 数位发展幅并没有什么 监理的这个性质 那像NCC有些各区的监理处 等等 这些事都没有迷惑到 数位发展幅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主要是 参与我们的这一个角度 刹车可能是在NCC那里 是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要跟 我们听众朋友 在说明一下小说 因为 一直以来都有人谣传说 NCC要并到数位发展 但是NCC的角色 它角色它角色的 独立的监理机关 我们应该所认为的会 那未来 NCC跟数位发展部之间的 这个 权责范围会怎么区分 就像刚才说的 NCC目前除了建立之外 也有一些好别 像说在偏乡啊 离岛啊 确保他们还是可以 使用外面网路啊 等等的这些 我们叫图记服务 那这些因为 真的是 就是才有门的部分 其实真的是跟刹车 没任何关系的 那这些部分 之后数位发展部 就会做 这方面的工资 在这数年里 但是 凡是就是日常的建立啊 去看的额规啊 等等 那这一部分 还是NCC主要在代表中的 所以 这样 你刚刚的分类是 数位发展部 主要负责 踩油门 然后那个NCC主要负责 踩刹车 对 当然现在是流行电动 所以可能不是真的油门 我们是叫做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那英文简称莫达 那莫达我们知道 就是电能进来 变成动能了 所以不一定是油啊 可能是电动啊 是是我们期待哦 那 虽然这个不属于 数位发展部的这个范围 如果我们也想要了解 对于这个网络赤裏的想法 其实因为我们知道 这张凤铃一向一直是 在推开放这种 开放痛苦 或者是 你在主张的精神 那你们进到政府之后 你确实看到你们加入之后 然后政府很多方面 都变得能开放 但是现在数位平台的智力上面 大家其实是希望 他们其实是保持社会自认 所以像这个问题 您会怎么看 像我不知道 拼重品 现在是用什么平台 在拼 我们正在讲这些话 那但是 按照我们在采访前 我收到的资讯 应该是从 Festory这个平台来进行上传 但上传之后呢 它是特别 我们叫Federation 这是一个联邦式的 分散播放的这个架构 所以你听的时候 可能你就已经是在 别的平台了 可能在KKBOX啊 可能在Sandown啊 在很多其他地方 那这个就是 我们说在网络之里 很注目的就是 但是按照协定 按照Portoco 就是大家都约好说 一封Email 应该长怎么样 一起Podcast 应该长怎么样 那所有符合 这样子一个协定的 应该都可以 让你来选择 当做约定的平台 不会因为我们在哪个地方上传 你的非内在哪个地方 可能不可 那如果上传跟下载 被迫在同一个地方 那这个中间 这个集中式的平台 就取得太多的特权 所以我想整个 《网络王路》之里的 这个基本精神 就是所谓的点对点的创新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些提供者 跟各位这些约听者 以及约听者 听到之后 Remix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食材 CC秀全释出 你知道稍微混音一下 你也变成下一波的创作者 大家都应该 挑自己 觉得适合的平台 跟觉得适合的 产生的工具 跟约听的工具 终于只要 大家的这个协定 是越好的 就不应该被 锁死在任何一个特例平台上 是 但是我们其实看到 现在我们 还是有一些大型平台 它其实几乎是 不来的市场 Podcast 不是我们不是 去Podcast 或者是 比如说像 我们也说 Meta 比如说Google 或者LINE 分别在自媒体 或者是在 通讯软件上 其实都掌握了 绝对的原始 但同时 当然它对于 大家表异的自由 有很大的贡献 同时也造成 那么多的假讯息 透过这样的 软件的品牌 大量的评算 所以世界各国 才会 现在开始 纷纷有各种 治理的方法 您的想法 就是它 我们的平台的治理 跟言论自由之间 包括最近 推特异图 它要说 它要维护言论自由 维护言论自由 跟二指甲讯息 在您看来 会不会有些冲突 你觉得有什么结构 我记得我2017年的时候 当时在Facebook上 有很多人在提 这样子的问题 那只要提到这个问题 我都一篇一篇下去 这个留言嘛 说应该要建立一个 我们叫做 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就是大家发现说 哪些假讯息 正在漫延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一个 事实查核的一个机制 那让这个 独立的调查的结果 能够及时的 印尽大家的眼泪 也就是说 并不是把任何东西下降 但是呢 当我们发现说 这个东西 它事实上是 好像说 中共中央政法 为独家赞助 的一个路透社的 照片的移化节目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照片 转传的人 那所有的相关的平台 应该都要 依着这个协定 然后去把我们这个 查核的资讯 打在上面嘛 那当时我那样子提的时候 当然收到了 非常非常多的意见 跟反应 因为大家都很担心 说这个单一的 事实查核者 它变成 事实上的言论的 裁决者嘛 那所以当时我就说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它只是公开的示范 说事实查核 要怎么做 但是并不是只有 它能做 任何拿到 当时我是说 RFCM的认证的 都可以 是的 对当时还是叫 Poynter Institute 的时候 我的这个认证 他们就可以 参与这样子的 共同治理 所以并不是说 好像全台湾 我们清订一家之后 后面的都不行了 不是这样 而是大家都可以 参与这个事实查核的工作 那当然 从2017年那之后 很多人实际 投入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也看到说 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就是发现之后 公开的让大家看到 成心 确实是成神的生活 所以我自己后来的工作 都透露到另外一方面去 叫做明英P 这个Humor over Rumor 那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座 是 所以您到现在也是维持一贯的主张 所以您觉得政府是什么 开始介入吗 或者说 也没有需要在法治上的一些管控 当然明英P 这个政府也是有所奉献 相信大家都记得一些 拿我的图像 拿去做各种很有创意的创作的这些部分 把自己贡献出来 对 因为是继续权嘛 那像各位会把我变成什么 谈风过台湾 没办电前 闹风跟天 什么的 还没有问过我 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让这些讯息的传染力 因为它很好笑 那所以事实上比假讯息的传力 还要再高一些 那而且你笑出声音来之后 其实也就不会有那个冲动 去传假讯息 所以是有点像是 有传染力的疫苗 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好像 所以您还鼓励 用比较幽默的方式 对 那笑过之后 就好像打了第四季例五季一样 就不会再感染假讯息 那这部分当然不是 透过法律 由上而下的去做监管 这确实是 我们尽可能的去跟民间的朋友合作 去确保说 最新的一些科学的发现 或者是一些新的 大家发现的事情 原来不是我们本来想的那样的 这样子一个啊哈的感觉 可以更快速的传播到四二年 是 那我估计今天 另外一个热烈讨论的一题 是关于这个社区平台 和新闻业之间的关系 因为其实 从我们这几年 都处在各个不同的媒体服务 确实 媒体主要被 越来不到的来源 很多都是来自 的媒体服务 的分享 对 但那 每个媒体呢 也都无常的把自己的 媒体产生的内容 放在脸书上 我们就会放在 我们就会 Google的新闻里面 然后这样 但是 其实 网告费又被 这些科技平台 转走 大幅侵蚀了 传统 这个新闻媒体的 网告收入 所以在国际间 有一个趋势 就是要让 政府出面 来让社群品牌 可以跟新闻业 自己的 溢价分任 这个一点 怎么看 那这个未来 会是 会发展我们的应用范围 如果是监管的话 它还是会是 独立警官 所以 我当然不可能 帮NCCA委员 或者帮 郭平贵的委员 说任何话 因为 不管我们现在 是在 纠备办公室 或者是 未来 社会部的工作 就像刚刚讲的 事业 才由我们为主 所以我们不会说 一下子 有点怎么设计 但是 我觉得 有一个蛮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才由 我们的那个方向 为什么我刚刚一直 提Podcast 就是因为 Podcast 就是想象中的一个 分散式的 一个媒体的平台 那在Podcast上面 当然因为是听觉 所以你很难做什么 盖板广告 这一类的事情 那如果你的Podcast平台 在乐听的时候 硬要查 类似盖板广告 那种声音的片段 因为它是一个 分散式的生态系 你马上就 换成别的收听器 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你也不需要 花很多的时间 说 公平会帮我们主持 证明一下 你知道刚快切换成 另外一个不同的app 就是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样子的一个 alternative 就是可以找到 替用的方案 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因为Podcast的设计 是我们当年 在设计RSS的时候 它已经设计进去的 所以它的成本 非常非常低 那在这个时候 当平台它 过于low过节 或者是说 它主张了一些 我们一般来讲的 超乎社会重规 的一些事情 像海白广告这种 那这种东西 我们很快的 大家就不需要 特别低支 我们就绕过它们 我们就去用 别的做法 那但是现在 在社税媒体上面 特别是像提到的 Facebook上面 这样子按个键 就绕过去 的这个做法 好像还稍微 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想未来说的 发展部 去研发上 这样子的分散式的 自制式的 这样子一种组织 那让大家都可以 很容易地 让回去的时候 或许也会对于 真正的 我们的独立机关 在跟这些 话题的谈判的时候 多一些 我们叫bet not 就是要是谈判破裂的话 要怎么样 这些专门 这倒是一个 很独特的思考角度 然后你碰印在说 发展另一条路 是 所以未来说 发展部的 这个主要的重点 一开始 你会力推 那几个方向 刚才有提到 就是关于数位 韧性的部分 就是回复力的部分 这个是大家 都非常关注 那还有就是 变化经济 那特别是 就是所谓的 现在叫做多元宇宙 就是有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小宇宙 而不是大家都只能 登入 祖克波的宇宙 对不对 这样子的做法 那刚刚的 讲的这种 分散式的 自制的组织 等等 这些我觉得也是 大家很期待说 数位民主 不是只是用数位的工具 来促进民主 这个是我们在 台湖政府上面做的 而是这些数位平台 本身也要民主化 不然的话 我们现在在一个 民主阵体 但是有时候 上了一些 集中式的 宽空平台 好像它只有 就是 百分之五十一的 部分以上 集中在某个人的时候 因为它变成一个 独裁阵体了 就不是民主阵体了 虽然有一些 看起来像死了 组织的设计 但是 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 我们习惯了 这种民主阵体 大概都会觉得 我们在平台上面 应该也要有相同的 关于学的事情 就要是 的 是 好 我们先学一下 嗯 对对对 我们要 他的那种 可以是要管 好啊 好啊 嗯 我是赵辉 今天为您访问到的 来宾是 周伟委员唐凤 唐凤凤 您刚刚有提到 数位民主 数位民主 可以来给我们 做多一点的解释吗 好的 嗯 数位民主 简单来讲 就是把我们 已经很习惯的 民主 用资本 类比的方法 来进行的民主 去扩大它的频宽 去减低它的延迟 然后去增广 它的延迹 所以一个 跟那个 古居的那个 口号嘛 对不对 高频宽 低延迟 广延迟 是相同的 什么叫做 增加它的频宽呢 就是 我们在投票的时候 如果我们只是 好像四个选择选一个 那就只有两个委员 那 如果公投 四个题目 那你选四个 那就是四个委员 那但是在以前的民主 因为这个 操作成本相当高 所以你就变成是 每年啊 或者每两年 每四年 才能够上载 这么两个委员 四个委员的资讯 但是实际上 连每天情况的变化 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又不可能 每天每天来举办 这本的投票 或公投 那所以呢 我就产生一个逻辑 就是之前所表达的意见 我表达的意思 它的细细度 没有如高 而且呢 也很难找到 所有大学们 也都可以接受 一些做法 所以说明主 简单来讲 就是去把这样子的 民主的程序 透过线上的 或者是实体 但是有一些 好像直播 等等的 柱子高 这样的方法 去让大家可以 承作预线 而且又可以 更快速地 凝聚出去 我们的价值 是 另外呢 你刚才提到 元宇宙 其实这个元宇宙 自从脸书改 Meta之后 元宇宙被讨论的非常多 可是到底 元宇宙是什么 大多数人 还是不了解 您可不可以用 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 告诉大家 什么是元宇宙 是 我通常都会说 扫兴机 不会说 去Google 或者 我通常会说 这个 分散是账本技术 不会说 比特币 那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看中的是 那个Portacle 就是那个协定 我们要做 怎么样的事情 而不是说 你一定要用 哪一家的方案 所以在 Meta改名之后 我现在都说 多元宇宙 就不会说 特定的 哪个元宇宙 面对好像 在方Meta大广告 但是 多元宇宙的想法 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 我们现在 在这个文学里面 那我们只能把 我们的声音 跟一些耳为的影像 传递到 我们的 个听者 但是呢 在多元宇宙里面 是所谓的 Shared Reality 就是大家都可以 有一个共同在场 生命起敬的感觉 透过大家的化身 或者替身 那好像跟 我们在同一个现场 那甚至 更极实的互动 是我自己开一个小宇宙 把自己缩小到 好像国小幼年级升的高度 那然后就很多 国小跟国中的学生 好像绕着我 大家身高差不多 来进行讨论 那我觉得 这个就是多元 叫那个多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是自己安排 我记得当时 我们的条 是这样是说 好像声音 不要因为距离而 衰减太多啊 或之类之类 一些好像 我们在同一个地方 我如果是主人 我布置我的客厅 我的打光啊 等等这些 我有完整的布置的权限 我不需要好像是 因为这个模板 就这样这样子 或者是 Meta只提供这些半径 或者怎么样 然后就好像 扼杀了我的冲子 是 那从六七年起 我们就做了这样的城市 这六七年来 您觉得 因为当时用这样的方式 记得当时 您说 你觉得台湾在VR上 也有很好的技术 领先全球 所以我们想做这样 是的 这个六七年起的 领先的 还是领先的 那明天 VR的 或是云宇宙方面的技术 是非常有信心的 是是 因为我们 我记得当时 我们有的技术 Fidelity 当时还是 是一个戏目的新创 那我才刚把自己 3D扫描完 那当时 表情都还不自然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 第一次的访问 那当然后来 表情变得稍微自然一些 但是后来 以我的理解 这个技术 绝多宇宙这个技术 现在是台湾的一家新创 在维护 那而且他们最近 才把我六年起的 那个模特 重新汇入 现在这是栩栩入生 而且 真的非常非常自然 它的大光啊 手势啊 什么都不是六年前 那个比较僵硬的情况 所以它总是用现在 请你再去做 是直接那里 用自己的影响 它直接穿着我的 那个model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因为我抛弃了 我的肖像圈嘛 所以就好像任何人都可以 像日本的那个 饶舌音乐团 都可以把我们的 反味remix成 他们的音乐一样 那现在任何人也都可以 就是穿着我当年的 高解析度扫描 然后在这样子一个 多元宇宙里面 以唐风的身份出现 就知道我不会 去告他们了 所以你如果在 哪个宇宙里碰到唐风 那要了解到是 因为我授权出来 好像初音未来 这样并不表示 是真的是我怎么的 是 这个让我是有另外一个危机 其实就是这个VR AI的技术的应用 但它的负面 其实就是 Defake的身为 那这次在 卧阵证里面 其实你有看到 你有Defake的 这个身为技术 假装是从 这个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嘴里说 然后呼吁说 乌克兰的军队投降 这个未来 我们其实也蛮担心说 在台湾 会不会也发生这样的事情 会有一天我们总统 也透过影像 然后叫大家做什么 但其实那是被 AI Defake造假 你按照您 把自己捐出来 会不会担心有人 就是说造假 一个唐风 说了什么 其实是你们会说的吗 当然有啊 就是初音未来 不就这样吗 就是我有一篇 专栏叫做 我的脸语 他们的陈地 专门就是做这件事情 所以当时我记得 是一位年轻朋友 他真的就把自己 迪费成我 那大家都说 就是他本来长的样子 跟我本来长的样子 好像这样子结合之后 新的那个 是更漂亮一点 必须我们两个人来长 但是他事实上是 以我的理解 是用很普通的电脑 然后运算了 也没有多久 可能还不到两天 那就已经是 可以一架乱折到一个程度 那当然如果使用 所谓的工业级的电脑 那再多算个几天的话 那其实是完全分不出来了 所以在那部影片里面 我的讯息 或者说这个 合成的谈呼们的讯息 就是在提醒大家说 其实是要先查 这一步转存 就是最基本的媒体素养 反而才是 能够抵御这种 D-Fake的方法 因为D-Fake的这个技术 它已经真正意义上面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了 你也不需要去付钱 你也不需要去 任何特定的平台 甚至用手机 就可以去进行运算 所以大家就要有一种感觉 就是这就跟复制贴上 或者是说 跟所谓以前说 PhotoShop 或者以前都要动性文化 这些是完全相同的 那等到大家都有 这样子的素养 其实反而它就变得很 是 所以你觉得是 回归到最基本的媒体素养 还是更重要的 就是大家都实际操作 摩坏脸之后 就不会特别去相信我们 就是完全颠覆 这个有图有真相 或者说眼见为凭 这样的世界 这个世界其实是 没办法眼见为凭 以前是签字印刷的时代 好像是 就是能够用那种签字 排断工人印出来的字 排纸黑字 看起来就像是真的吗 写正如山 对 但是后来发现 那些注字长的 那个true type 你都可以在网站上下载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 很容易的印出 看起来好像是 古老的报纸 那样子的报道 那等到大家都发现 我可以很容易下载 这些自信之后 好像也没有人就会 因为自信的关系 觉得这一定是真的 嗯 也是 所以那要相信什么 你会不会觉得 大家以后是 会有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 有些信任 有些信任 有些解放 就是因为你觉得 因为这实际上 国外的研究也是有 尤其是青少年 他可能应该是 万一的一切 然后就这个世界 都是假的 所以确实上 国外也有些研究 也是一种媒体素养 大概也才有待发 然后大家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 好好地生活 我看媒体素养 您怎么看 您觉得以台湾 现在人之为 而言 哪些是您觉得 最重要的媒体素养 我觉得这是 市市场和去中心 你看 很多中心 就是 就像我之前讲的 大家在2017年 很多朋友反映 他们担心的是 好像是只有市市场 中心可以做市场 对对对 但是当时我是提出 这个概念 对当时还没有注册 但是我就是说 要有这样的东西 对那 所以大家非常担心 那你们成立之后 反而还好 因为你们成立之后 你们就告诉大家说 你们只是把查证的步骤 公开地出来 但是在任何大型的媒体里面 其实本来就有市场和编辑 他们也是做相同的事情 你们唯一的差别 只是好像那个 苏石连锁曾经 把那个厨房变透明 让大家知道说 茶楼编辑是这么运作的 这并不是一门新的学问 这是大家都爱做的事情 对 但是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 大家还没有看到 尤其在中文世界里面是非常少的 所以大家就会很担心说 你是不是另外一个黑箱 在帮我们去做定夺吗 我记得当时 2018刚成那时候 有些媒体朋友 都很担心这件事情 当时接任地任总编审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都有反对 所以不要以为你学法律 你怎么可能会高 对对对对 好像泰上编辑事 没有 对不过我刚听了还觉得蛮感动 您是很认真的在 看我们的茶和报复 那当然啊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針對這個問題有過任何交流 但是我剛聽您講您對我們的查報告真是很了解 2018年我們在剛成立的時候 其實全世界的事實成本總是都正在成立而已 那華文世界台灣事實成本是第一個 想要做這件事情 當時確實我們所有的自以為老師們 還有包括我自己 其實我們對於查報告到底要怎麼寫 坦白說是很不知道該怎麼辦 後來就想說反正我們就摸著石子過河 大家都能做摸著一些試試看 當時確實生動了一些我自己在法律學習 跟新聞媒體的經驗 就是我們先列出了一篇這麼長的訊息裡面 到底有哪些爭議 這是比較是一個法學的思考方式 列出爭點之後其實就是想有什麼東西 其實就是回歸一本新聞記者 新聞媒體是在做查證的基本原則 我們查證修正當事人 然後利害關係人 公正的designer 然後把所有事實查證的結果 非常透明的列出來 甚至把中間的網站 我們查了哪些網站 我們查到哪些資料 全部都公開了 我們用以圖找圖的工具呢 真的好認真看 我們的查報告非常感謝 我覺得這個就可以回答 2017年的時候大家的理論 因為市場和中心雖然叫中心 但它在做的事情是去中心的 也就是把怎麼做查證的這一套做法 讓任何看查和報告至少有 等我再去重錄 記得 OK 好 那重來這一段 確實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 當時大家擔心的 就是因為市場和中心 它示範了 說所謂的市場和中心 是一種去中心化的做法 也就是說把整個步驟都公開出來 而且讓任何夠仔細看查和報告的人 都可以好像科學論文 你可以重建它的實驗一樣 你可以重新再做一次 那當然就是第三方專家們 可能就會因此多接一些電話 但是這也沒有什麼不好 因為大家就知道說 原來每一個人 他都可以來做試試查和的工作 那只要有足夠多的人 掌握到這一門技術 那任何人都可以在看到一個 他心裡有疑點的事情的時候 就想說 那不如我也來試試查和一下吧 他只要有這樣子一個念頭 他就是先查證 不轉傳 他就取得了免疫力 除了抵抗力 所以我也次在台大新聞所的活動裡面說 像這樣子的 實時查核的媒體素養的新聞學 尤其是新聞學的普及工作 那對於加訓事業的危害 就好像公共衛生專業 置於傳染病毒一樣 太好了 我突然覺得很感動 這麼了解我們的行動面 跟我們在做的事情 其實包括我們現在錄的這個節目也是 因為實時查核走了四年 但就像您說的 我們除了在查核報告 從一開始第一篇到現在 都非常的透明 其實那個查核報告的過程 我們也都把它都成為一種 媒體素養 就是告訴大家說 我們一定會偏假訓息 我們可以從思考 再抓住爭議點 現在很重要的是說 你爭議點要跟事實有關 如果設計的時候 評論 那實際上也沒有 感受 那就是不是查核的對象 但大家必須基於事實 然後來表達一個討論 才有問題 所以要跟我們做這個節目 很希望分享說 因為我們這四年來 到底學得了哪些事實查核的經驗 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能夠一起加入事實查核的 事實查核多中心 是是是 你們應該早點給我們建議 你們可能就不叫事實查核中心 事實查核去中心 是 那所以 我就說您剛剛有提到 事實查核這樣的技巧 多多跟阿奔想 是一個很重要的目的事 對 此外呢 您也總建議說 如果我們要在推廣 A45條的時候 還應該更注意一些什麼 對 我想在編輯台上面 當然事實上是相當重要的 那另外一個 我也覺得同等重要的 是對於事情的平衡 也就是說你可以全篇都是實行 但是呢 因為就是有一些部分沒寫出來 所以讀者看了之後 還是在腦裡會腦補 有一個先入為主的想法 那他定毛之後 所謂的矛定 或者是狂戰效應 一旦發生 他過了兩天 過了三天 再去看另外一編的時候 他已經變得沒有辦法接受 對 那但是這樣子平衡的做法 以前在紙媒的時候 倒是比較容易 你就要確定左手邊 右手邊 等那個公分數 傷到 就可以做到一個程度 那或者是在電視台 NCC不是會算秒數嗎 幾秒 那邊幾秒等等 那但是像在Podcast上 這個就有點困難 那或者是說在小的螢幕上面 大部分是塗的時候 這個也很困難 到底這個怎麼樣子算是平衡 所以我覺得蠻重要的一點 就是把這種平衡的想法 設計到各種各樣的新的美菜裡面 讓大家知道說 我現在看到這部分的時候 但是整個脈絡 我還可以再連到哪裡看更多 那我覺得裡面的查核報報 一定程度上是有做這樣子的事情 就是說有reference 那這個reference 模型之中也變成平衡了一部分 嗯嗯 是 所以平衡 就是要告訴大家 多開一些不同的官編 對 這些事情非常重要 是 那傳統的媒體 確實是這麼要求 因為現在新媒體 尤其是網路的報道 就是它本來會變得這麼色 嗯 它會覺得說 我其他篇在評 可是有時候 沒有重視看的 就是其中一篇 會去看到其他篇 哦對 是 那這個要怎麼幹 對 那像我們指揮中心的做法 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每天下午兩天 沒有記者問到寶 那記者問到寶的過程 他自然就平衡了 因為指揮中心沒講的部分 記者必然會問嘛 那這個記者問的角度如果偏頗 那個記者也可以追問嘛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不是傳統上面 好像是採訪者 跟受訪人一對一的這個感覺 而是它是一個群眾外抱 所有正在看記者會的 以及這些記者 它後面的這些社群 那以及在鄉民 在很多的這個平台上面 也有及時的記者會的點評 但是這些指揮中心 人也都會看 所以就是有一個公共的言論空間 在這裡面多元的意見 可以及時的被提出 而不是只有那一個 拿到獨家採訪的人 會被提出 所以某種角度來看 獨家這件事情 在平衡的這種即時性的要求裡面 一定程度上面 去把這個素材公共化 我覺得還是有必要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也覺得哪些重要的媒體素材 是台灣人重要的學位 就剛講的 就是先查證啊 不穿穿啊 自己能夠做查核啊 要注意到平衡啊等等 我覺得這些雖然說是基本功 講起來好像就是 要勤洗手什麼之類一樣 但是事實上 如果大家都戴口罩 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離等等的話 其實這個的用處 不比任何單一的這種特效 要來的 是 您在這次服務 其實已經有六年了 在這六年當中 您有觀察到假訊息 對於在任何政策 或者是任何政策的推行 或是意見溝通上 造成一些推讓 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的 當然很多是歡迎我的嘛 包含說這個 從真的假的 到美玉儀到 事實上的中心 或是唐鳳的黑手 這個是假訊息 我總不知道你的 不可能干擾我 真的 我今天也才第一次聽到 你這個事實上 就一定常說報告 真的真的 一定是脫婚老婆 對 我不知不覺就被你洗腦了嗎 腦波太強大 是 對 那像這個 我們兩個都知道是假訊息 但是 為什麼我去 不問夜夜秀的時候 就是朋友問我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這個已經變成一種 好像 大家會覺得 真的 是假訊息 那頭都沒問題嗎 已經被一種背景之 我知道 對 那所以我覺得 我們講清楚是一回事 但是 就像我們剛剛可以打去的 去用什麼洗脫紙啊 腦波啊 什麼之類之類的這些梗 那這個就是所謂 humor over rumor 就慢慢的 我就是 運用這種幽默疲耀的方法 讓大家知道說 你在這個角落看到唐鳳 可能並不是因為唐鳳伸出了一首 而是因為唐鳳 把自己的想像圈捲出來 任何人都可以去 蓋上這個唐鳳的 或者是唐鳳的替身的 或者是低費程唐鳳等等 那無形之中 所謂唐鳳的 也就被消解到一個程度 所以這是我自己去面對 關於我的假訊息的主動 是 是 那這會對於你在這種工作 和你打中有些困擾嗎 嗯 當然當時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關乎我們的行政員要多快地 來回應這個市場的中心 以及其他的市場的組織 的詢問 到底是應該要 就當作一般媒體嗎 要比一般媒體比較快嗎 還是根本不要理比較好 因為怕被當作是複碎自治 真的 這我就要談一下 我們剛開始做事實查會有多麼的困難 我們剛開始要查這個事實的時候 好像這些政府安慰查會 有的時候會拖到兩個月都還不理我們 因為大家很害怕 覺得說如果我回的更快 變成市場合重新有一種獨家的感覺 但是並不是獨家 只是因為沒有人真的問他們 對 只有你們問 有些關鍵問題 常常是政府因為也沒有相關資料 他們也沒有相關數 所以會說我們再去投資 可是我說真的 過得非常難場 沒錯 所以就是說有的時候 市場合不是即時的查證 它變得類似有點調查報道限制 那這個時候當然 你們就會用專題來進行處理 那當時我們在行政經驗裡面 確實是剛開始有受到說 我們如果回應的太快 如果專門為了你們去開一個 這個即時回應的通道 那一方面其他媒體會這麼想 而且二方面會更注視 我們只是討伐開的 這道車得承清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 比較快速的特權的管道 都沒有這個 而是我們要整體性的 去讓任何媒體來問 這些事實性的問題的時候 能夠獲得即時的數據 那這個也影響了我們之後 所謂的資料一搜集就公佈 好比像說口罩的存量 快診機的存量 大家都知道了 什麼進口儀錶板 什麼之類 因為我們如果是市場合中心問 我們即時的給 那這說不定有獨家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們還沒問 我們就知道你們會問 我們就全部公開open data 給所有人看 即時的資料 那就沒有什麼獨家的問題 是 那獨家這是公佈的問題 對 不要懲罰這個 公佈比較強大 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 其實就是記者比較厲害 不過我自己的觀察 這個企業確實政府的 迴應的效率速變高了 對 我很想我們剛開始民族的時候 收到一些資料兩個月 還沒有給我們 那現在當然很快 甚至市場合中心詢問之後 政府都主動把所有的訊息 都公開去 對 那我們也覺得這樣非常好 對 這是數據的公共利益 數據公益 那這樣子的一種態度 也讓大家看到說 資料並不是好像什麼提煉石油 一樣要放在一個桶子裡面的 而是它是比較像空氣陽光水那樣子 就是越及時的公開 那數據真的可能有錯誤 但是那並不是公務員有益的 而是那個機器本身有問題 那民間的朋友剛看到 就可以告訴我們說 好比像說 這個存量顯示說 我們的配送哪裡有問題 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以藥局的反應調整 那這個不管是在口罩 或者快線機上面 這種即時的公開 現在立刻就看出我們的問題來 才能夠用大家 是一種共創的關係 是 那您實際在政府 這六年 您怎麼看待假訊息 是 當然我們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 我並成正偉的定義 就是假訊息的危害 他講的就是 他必須要是有故意的 惡 然後他必須是不實的 假 那他必須造成不利的影響 害 那二假害 要同時的滿足 才是叫做假訊息 那不然就像你剛剛說的 是個人意見 跟人感受 等等 是 那您怎麼看待 就是我們很多假訊息的態度 跟假訊息 遏制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是用傳染病防治的態度 在看 在看假訊息的危害的 就像我們傳染病防治 台灣模式的一個重點 是因為大家記得在SARS的時候的強制封鎖 造成的當然一些不幸 而且對大家心裡的很不好的影響 所以不要做強制封鎖 是我們這兩年伴來的防疫最重要的一個態度嗎 那當然我們在假訊息危害的時候 有很多尤其我們周邊的一些政權 他們立刻的反射的反應就是封鎖了 就是我看到有害的假訊息 那我就立刻把它和諧掉 或者是就強制這些行為工作者 逼他們去下架 然後看他一個更正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附近很多政權都是反射性的這樣子做 那所以等於是把假訊息的危害 不是說運用社會的力量來控制這個災情 反而是用這個災情來控制社會 尤其是控制媒體 那當然在大家多多少少有點倒推的時候 那也看到就是我國現在是亞洲第一全球第八馬 那叫經濟學院的民主社會 那大概並不一定是表示我們的民主化突飛夢境 而是因為假訊息的危害 我們周邊多多少少倒退一些 有這樣子的情況 對那但是我覺得我們做得蠻好的 就是就好像是剛講到 大家有很多風衛生給你們習慣 隨著像市場和中心 讓大家有更好的媒體素養的習慣 尤其是在終身教育跟國民教育 都有了這樣子的做法的時候 我就常常跟國外說 你不知道我們三個總統候選人在那邊發表政見 在彼此互相詢問的時候 就有一群人包含一些國中生 在那邊看他們逐字稿裡面那幾個字講錯了 對那他們的查證甚至後面還有接到即時的直播 他們就好像那個球評一樣 彈幕一樣可以去糾正總統候選人 所以不是只有實體的在開票的時候 拿個錄影機去檢票 而是甚至在投票前 假訊息亂竄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這樣子的分散式的台灣模式 而不需要下降 我封一長往就可以來應對一下學習的內容 那待會我來談一下 那待會我來談一下 做你的觀察 你覺得 把一些假訊息其實真的是重複 重複 這個才會很困難 對於未來的重點 還有什麼是數位民主 什麼是元宇宙 以及它對於假訊息的很多看法 那您在政府單位服務者六年多來 我們剛才有提到一些對假訊息的觀察 那有哪些狀況是您被假訊息 您覺得假訊息是構成這個政府市政府的困擾 比如說疫情是不是就是一個 防疫消滅的困擾 我想這不是只有台灣了 WHO專門發明了一個字叫infodemic 就是訊息的疫情 那就是因為他們發現WHO想要推行的 從剛開始的口罩被說裡面埋了5G天線 到後面的疫苗被說轉職生生化人 還是什麼之類的 在全世界都有這種 而且好像都跟晶片有關 不知道為什麼 到最後總是不管口罩還是疫苗裡的晶片 的情況 那所以呢 就造成他們在全世界 推行公共衛生上面的困擾 因為 只要這樣子的一種訊息的 疫情你中了 其實就會一傳十十傳百 那它會形成一個好像感染的人 他就不願意去接受任何 不管是疫苗或者是高照 任何其他的一些措施 那就會讓疫情變得很嚴重 所以有的時候它的傳染力在很多地方 甚至高過病毒本身的傳染力 對 那在台灣當然相對上來講 可能因為疫情爆發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整套的就是實質查核啊 媒體素養啊等等的情況 那指揮中心也善用了 我們剛剛講到有毛癖啊 public notice are等等的做法 所以我們的受到的危害是相對比較沒有那麼劇烈的 我自己記得的比較多的可能是AstraZeneca 剛開始打的時候 對 因為當時我是去年的四月的時候 打的第一季AZ 那當時我就很記得我是自費 而且我的辦公室同仁也好 我的家人也好 我要他們去打 他們都不去打 當時自費雖然是說要花點錢 但是其實是有的 但是那一批根本打過 對 對 就是因為大家就不想 對 對 因為這個手提問的一起其實還沒有大爆發 然後關於AZ的謠言也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嗯 所以AZ的謠言當時 就是 不管當時大家對於它的副作用 包含什麼吸磁鐵什麼的 那或者是 鐵栓 鐵栓 或者是它的保護力 那等等 都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那我們後來處理這件事情的方式 我覺得也是蠻值得 就是其他國家參考 我也想在國際會議上面講 就是說我們是盡可能把針對AZ的謠言 不要讓它擴大成針對疫苗的謠言 也就是說讓它衝著AZ 然後呢 大家會看到 即時地透過我們的統計 在疫苗平臺上面 願意打AZ的 願意打莫德納的 那之後願意打毛端的 願意打BNT的 到底人數是多少 然後以及 有哪些人他可能是都願意 但是呢 他最後就去打了AZ 對不對 那以及他們的年齡層 那願意打AZ的 因為當時長輩有些真的是 比較不願意 很快的就往下降嘛 那就是四十七三十七四十 等等 那所以第一個 它的效果就是 讓排隊等莫德納的長輩 看到說 並不是全民都不打AZ 而是你看現在 年輕人都打了AZ了 以及第二個 他旁邊的金門口又打了 好像也沒出什麼事情 好像沒有那麼不安全 那所以呢 關於這些的謠言 他慢慢就開始轉變 變成說 莫德納是神奇的 是最棒的 或者是後面BNT是神奇的 是最棒的 當然有一些朋友 認為高端是最棒的 那不管大家覺得 怎麼樣是最棒的 它有點像是 一種良性競爭 因為你不管怎麼相信 因為它最後充足了嘛 你會去打的 那而不是說全面的 否定掉疫苗 嗯嗯 我們知道 因為台灣的這個正道 滿綠的鬥爭其實還滿激烈的 我是沒有正道 不太熟悉這個 是 但是在闢謠的時候 會 像我們 像長和中常常會 會困擾 但是當然它也不會影響我們 做 那就是留言區 或者是 所以說一下被貼是藍的 一下被貼是紅的 一下被貼是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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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其實各種 那樣的這個多圓多色彩 但是在官方呢 會不會在闢謠的時候 會想辦法 不要造成的被撕裂 那當然 當然當然就是 不管是幽默闢謠 或者是 剛剛講public notice 用即時的數據 我想都是不牽涉到政黨的 而且就像剛才講到的 我自己並沒有政黨 也沒有黨派的問題 所以至少在我腦裡 還沒有說 我自己並沒有政黨 還沒有說 好像這些人類我比較近 那些人類我比較遠 那他取得資訊的時間 應該要時間差等等 或是蠻長的行為 是 其實同工這幾年 也代表台灣做了很多的 國際和國際 有沒有哪一些 是跟假訊息有關的 嗯 有的 我記得我在 澳湖州的一個 DISINFO Summit 去分享我們的兩個模式 就是有目標 跟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那就引起了蠻大的迴響 很多人在Twitter上面說 像這種完全不下架任何東西 真的沒見過 真的 對 因為當時歐洲的假訊息 疫情其實是蠻嚴重的 那有一些國家 剛開始德國來法國 那都覺得說 好像就好像非封城不可 那樣的狀況 你如果再不做一些 類似封城的時候 對 一直像我們事事長和 有點像做疫調 一直靠做疫調 就是去做attribution 去看它的傳播鏈等等 那個是你的盛行率低的時候 才能做的事情 那盛行率高 那大家如果沒有那種 自主應變的能力的話 似乎只能靠封城了 當時他們的學界很多是 持這樣子的主張 在言論環境封鎖 對 是這樣子 就是政客站封鎖 對 那所以我那樣子的提法 後來就有很多聽了這樣子的朋友 那包含像歐盟議會的議員來 或者是個別國家的議員來 那包含我們的開通政府 相關的活動啊等等 他們的訪團啊 都會說 聽說你在歐洲 這個大放訣詞 說可以不封城 就戰勝疫情啊 在訊息上面 那到底台灣是怎麼做的 可以讓國際來學習 那你可不可以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當時 講的最重要的重點 是 是 怎麼做可以讓國際來學習 是 當然 UOPL的部分 大家都應該已經了解了 就是所謂的快速公平有趣嘛 就是即時的 來回應現在專利最高的一些 加訓詞 快速公平有趣 對 公平 Fast Fair and Fun 是 那快速的部分 就是我們即時的去看 哪些的R值高 就是正在一傳實實傳百 那那些正在一傳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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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 對 那就是快速 那公平的部分 是確保說 當我們拿出數據來說 這件事情其實是怎樣的時候 這個數據必須讓任何人 不分黨派 甚至不分國際 都能夠立刻截取到 經得起檢驗 而不是說好像只有獨家 或者是只有 某些的議員的 或者某些立委 才拿到這些資料 他們要在實證上面 或者是預算上面做監督 這個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要即時的澄清假訊息的話 那所有人都看得到 才是重要的 這是公平的部分 那有趣的部分 就是像大家耳上能相的總裁 或者是很多有趣的 這些民營的圖片 也就是說我們光是端出數據 但數據的傳播力 並沒有比假訊提強 所以你還是要把這些數據 去做一些包裝 那透過這種開放授權 那民間就是最好玩的一些朋友 這些民營工程的工程師 就可以把這些沒有授權疑慮的 這些公開數據 把它包裝成 他們很願意分享的事情 是 而且這個有趣 可以化解民意 對啊 就大家好像一笑米恩仇那樣的感覺 那種感覺至少 比較願意就是論事 那另外一個就是 這是其中一點 另外還有 對那就是 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就是 不是只是單點的說 好像有人來問市市場的中心 回他這個人是怎麼樣 而是說這整套過程 必須公開而且自動化 所以市場的中心做出一個報告 不是只有像我這樣子 盯著你們的Twitter feed看的人 才知道你們的報告 而是任何透過像 趨勢科技的防災達人 或者是真的假的 或者Who's called 沒運營 或者是等等的這些聯播網的朋友 Michael Penn等等 那只要你有揭取其中的任何一個 那市場和中心的這些工作 立刻就變成你的 Public Notice 你的整個群組就可以收得到 所以我們的工作就不像以前 是說我們為了我們的訂戶 為了我們的閱聽者 相反的 應該是為了其他的報社 為了所有其他的傳播者 那大家共享這個話不可以聽到 對 是 這個當然也是很謝謝你 對我們的觀察 對 其實我們從什麼一開始 就希望跟各個平臺有什麼 成立的關係 至少可以把我們的場合報告 錄出在各個平臺 比如說 就是 沒有 然後要把流量放在自己的網站上 其實沒有 我們是希望我們的場合報告 能夠讓更多民眾了解 事實到是什麼 而且它真的能帶來流量 所以我後來發現說在Line Today 還是什麼 好像就僅次於一文八卦 綜藝八卦 放到一個比較明顯的版位去 那顯然就是表示 粵聽大眾真的有這個需求 嗯 是 那 這麼多年來 您對假訓息的廣場 您對廠的中心有比較多廣場 有什麼建議 就是剛剛講到的很多中心啊 去中心 把你們在做的這些做法 尤其是 因為你們一定會有新的人來嘛 一定會安博 就是讓他知道怎麼做這些事情 那也許這個on board的流程 那我覺得是另外一個方式啊 能夠讓任何人可以自己訓練自己 好像是一種自助式的 那 以我理解 像之前報道者 有去翻譯國外的一個 如何成為調查報道機制的一個做法 做人民的報道者 那 像這樣的做法 我覺得就讓我很難懂 因為我真的看到 有一些高中甚至國中的一些公民老師 或者是教美濟素的一些朋友 正把他融入變成他的教案 也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這個之後 就知道說 不是等我長大才去做調查報道 而是我現在就可以做調查報道 那所以你們的這些內部的訓練教材 如果用更互動的方式 更可親可擊的方式 快速的公平的有趣的 讓任何人都可以成為 不一定要加入你們 但是做類似的工作 我覺得也是很棒 嗯 是是是 其實你已經有把我們做了事實查 我們需要用到一些工具 包括影響所有的訓練 是 然後這個資料区 還有什麼檢索 蘇美都有做成影片 有的 是的 對那也包括我們現在有這樣的節目 也希望把我們的一些心得 還有我們對一些議題的關注 除了訪問專家 還有我們在做什麼 都可以讓更多民眾來瞭解 是 那我們另外有 因為我們之前就有配告說 他會不會來接 那是 也有一些聽眾朋友有提問 像有聽眾朋友會說 您平常自己會去查核具體的真假嗎 那當然 那會使用哪些工具 會推薦大家用一些工具 嗯 其實像《遺度教徒》 真的對我節目是本能 是 非常 非常容易使用的工具 那 對不起這段歌 我們還要學在 OK 好 路上 那當然像《遺度造圖》 當然像《遺度造圖》 這個幾乎是本能 就是隨時看到某個圖片 那它底下通常會有一個圖文不符的這個變造 這個其實是最重建的 對 那《遺度造圖》 我覺得現在的蘇選情都還蠻厲害的 應該就是再配上那個時間種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圖 最早的那個處處 是路透社 還不是長安健嗎 對不對 有各種各樣子的情況 那其實這樣操作幾次之後 旁邊的人 他就很容易就學會 因為這個幾乎是最沒有文献的一個工具 那我覺得這個是真的蠻重要 那 我們上《遺度》 搜索廣告一下 我們在這個《遺度查中心》的YouTube上面 也有很清楚的影片 這樣大家可以怎麼用一種搜索的方法 然後來查任何一張照片 所以我們現在也會開始工作的方法 然後我們也會教一些 甚至是叫阿公阿嬤 都很好用 我們也知道現在那個《相不夠類似》 又要幫他打廣告 但因為他這個工作實在真的很好用 我們都跟阿公阿嬤說 先講對著《花花草》 他們都很好 就是公園運動的時候都會很好奇 那是什麼花 那是什麼樹 就拍一下 想要按搜索 就可以知道那個是什麼花 我們就會覺得太有趣了 很願意學習 對 就是可能之前 我記得我唯一一次提到《Google Lens》 是當初 Line還不能撒接訊式的樣子的時候 那我就說 因為大部分的長輩 他會比較相信一家大廠出的掃描器 對 當時他身上距離裝的人還沒有那麼多 那他們的掃描器也才剛剛上 那所以我就說 如果Line的功能還沒上 那就我自己先用《Google Lens》 那當然後來因為Line好像被很多人打一個心 就說 為什麼你家朋友那邊不能掃 簡訊式廉紙 那後來他們就嫁上去了 那現在當然 簡訊式廉紙已經功成身退 但是當時如果還有裝功的Lens 就不要把它卸載掉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好的一頭照圖的攻擊 是 還有呢 他會非常有哪些方法來查這個訊息 對 那另外一個我也很常用的 其實是极其翻譯 因為很多時候 一個訊息會擴散 是因為它是據外電報道 對 因為如果是它是據我們國內的報道的話 任何人都可以打幾個關鍵詞 回去那個網站看 就知道到底有沒有這個報道了嘛 那但是 據外電報道呢 就比較困難 因為語言的隔閡的關係 所以 大家比較不容易 立刻就回去 去看說 《Google Lens》是不是真的這樣寫的等等 那這個時候我想 极其翻譯還是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的外文比較不熟悉 但是又不是很願意去 立刻每件事情要去翻那個 你會俄文 或者是會烏克蘭文的朋友的話 那盡快的去學習 就是很多內境在瀏覽器裡面的 機器翻譯得怎麼使用 其實現在準確度都還蠻高的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又看到說 這個做的司機今天怎麼樣 之類的 那你就可以直接回去 翻譯那個語言 我能忘記 是 好 所以這個 以圖搜圖的單一 的工具 大概是你最常使用的 是 那另外有民眾認為說 您認為對抗假睡覺 最有效的方式是什麼 剛剛已經講了 就是養成查證的 養成平衡的 這些最基本的習慣 然後馬視者當作是一種 很像興趣一樣 去解釋有相同興趣的人 例如像參加一些 工作方案等等 是 但其實同樣 所以說 您認為大眾 應該如何營養 體素養 然後建議可以透過哪些方式 來協助大眾 再進行體素養 您剛剛有看過 對 像剛剛講到的那個 去有共同興趣的愛好 像真的假的 他們其實就是有點像 編維基百科的人 會有維基小句 那他們之前也有一些 就是實時茶喝小句吧 就大家湊在一起去貢獻實時茶喝的工作 那我覺得像這種小句 你也不需要等著誰去發起吧 任何人都可以叫個團 然後就說 那我們就現在上Cofax 看正在出產力高的到底有哪些 那我們就花一個下午的時間 來看看事情到底是不是 好 另外喔 其實您就像您剛才提過 您自己其實就常常受到 假訓師的危害 用了糖果的腦波給控制 對 所以其實有蠻多的聽眾 對他自己也有發生過 被成為假訓師的對象 可以有哪些方法 我都沒有不開心 你很開心說 原來你的腦波可以控制這麼多人 對啊 對啊 就是我每次看到新的素材 有些是不關乎事實的 它是個人的美感表達 比如說把我批圖成什麼旋律 我之前兩個禮拜前才看到一個旋律吹笛字 什麼什麼的畫面 然後它那個caption是說 唐鳳正在發動腦波能力 之類之類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任何這樣子的創作 如果是圖片 我就把它當作是媒體的素材 如果是語言文字 我就把它當作語言的材料 那我都會覺得 原來中文可以這樣用 學到了很多 真的學到了 是 但是 所以你會怎麼樣分享你的這個畫 以及 會成為假訓一些受害者這樣的心情 對 但就是我不會覺得是受害者 我會覺得說 那又有這個創作者 可以以我為題材來創作 對 那一方面當然我會把這些創作 再度的二次創作 三次創作 變成像教材這樣子的東西 那又或者像說 我就會直接在底下留言 說 這個很有創意 之類之類 那當然 大家就會發現 那些召喚唐鳳 你也可以透過 這個言語唐鳳 來召喚唐鳳 有各種召喚唐鳳的方法 那也因為這樣子 我教的蠻多 有抽搭力的朋友 那也沒有什麼黨派 或者甚至國際的一些分別 是 你剛提到召喚唐鳳 確實我們好像在社群平台上 是一些特殊的 Hashtag 康鳳 我就會看到 你就會出現 所以你每天花多少時間 在這些社群軟體 對 我每半小時 會花大概四五分鐘 課程 每半小時 對對對 就番茄忠休息的時候 是 番茄忠休息吧 其實也是一個 你很厲害的 好愛 其實我專注做了五件事情的時候 我是絕對不會去滑手機 那也不會去看這些社群媒體 但是呢 我會很固定的 就是到每個整點 或者每個半點的時候 就休息 那這個休息這五分鐘 那我真的就是閒況 那如果我在五分鐘之內 就可以隨手回一下的 我就隨手去回一下 所以很多我的同事都知道說 打電話或傳訊息 我不是不回 也不是不看 我是到半點或整點的時候 才看 對 你的作息很貴 是的 所以你每天會幫多少時間 在網路上 嗯 這個半點中 裡面的五分鐘 你湊起來的話 當然可能也是 蠻可觀的時間啊 對不對 至少有快一小時吧 嗯 所以你怎麼建議現在人 跟網路的關係 嗯 我想很重要的就是 像我現在手上拿這個 觸控表 我不會 再一次 對 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 是你去使用網路 而不是你被網路 所操控 是你來用手機 不是手機來滑你網路 所以像這個觸控表 我是不離手 但是因為 奇怪 這個 再拍一下 也不會真的打得給四季 哈哈哈哈 對 我覺得蠻重要的一點 就是 是誰是觸控著 也就是 到底是你在畫手機呢 還是手機在還你呢 到底是你在上網路呢 還是網路在使用你呢 對不對 那像我手上是 這個觸控表 是不離手的 是因為 我不會直接去碰我的這個螢幕 我一定是隔著這個觸控比去使用 因為當觸控比要控到螢幕前 我要先知道我要控哪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有一支畫一支畫 這個慣性的習慣 觸控比一支畫手會很酸 是不會沒有辦法這樣子做的 那所以不管是隔著觸控比 或者是我的手機其實也是隔著觸控比 然後或者是隔著鍵盤 隔著Touchpad 隔著花束 那只要是有這樣子隔著一層 好像戴著口罩的這種感覺 我就不會有一種好像停不下來 那只要你不會停不下來 那隨時進去隨時出來的這個時間 就是由你自己所控制的 就不會有可能像明明過了半點鐘 過了一點鐘 怎麼你還在滑的這樣子的感覺 嗯 是 這個也讓我想到說 您剛有提到媒體素養 就現在有重量 是 媒體素養當中其實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數位的素養 因為現在人當初都是透過數位的 而是經濟各種的問題 對 數位素養 你就不願意跟觀眾 最後我們分享一下 林俊良先生最重要的數位素養 嗯 當然我們現在是在遭遇網路店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自發互動跟共好 合成自動好 也就是我們十二年國教課綱 適性羊才的關鍵字 但是確實是差 對 那因為自發的意思就是我們的講 是 你先有想要去跟誰互動 或者想要找什麼樣子的資料 再去跟他互動 而不是說 因為已經畫手機成了習慣 那個就是被動 就不是自發了 那互動呢 是說透過這些數位 去認識更多的朋友 像我剛剛講那些改編我的更多 或者甚至嘲諷的 我都把它當作是 你也是一個藝術創作者 那也是一位詩人 不妨認識一下吧 對 那所以 它不會是讓你越接觸 越孤立 越變成好像朋友的封鎖光了 對 所以 是要交信朋友的 是要去參加小劇的 而不是去替代掉人際的活動 是要增加人際的活動 那最後就是共好 就是一起創作出來的東西 那不領域的去跟其他人分享 不是只是好像 創作出來之後 只有你自己 或者是跟你真的很密切的人 才能夠看 而是你找到 原來事情是在 你創作出一些 像剛剛講茶盒的 這些成品等等 你不怕說 其他人來轉載 你不會有 完全所有反應 比較的那樣子 一個想法 不會覺得說 這是我的營烟秘密 那只有是 進入這樣子的 comments 就是所謂的數位的公共建設 一個公有地 的一個地方 我們才真的看到 像維基百科也好 開放街途也好 市場和中心的很多工作也好 真的變成是 整個社會的民主的一部分 而不是變成少數 好像付得起這個受選費 才能夠去利用的資源 非常好 謝謝唐方 今天來跟你們分享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拜拜 還有什麼想要充呢 那就這樣 已經長很多了 謝謝謝謝 謝謝